在收假前他就发现到他发烧 那但是他快筛不是COVID-19 那我们的规定里面就是你发烧 要回校之前必须要去医院 确认是不是流感 总队长亲自出面说明 台北市文山区的警察专科学校 累计有四个中队总共22名学生 9月27号开始陆续出现发烧 咳嗽喉咙痛 全身酸痛等症状 快筛确诊为A型流感 也是今年以来人数最多的流感群聚 根据疾管署资料 流感阳性件数从过去三四周开始增加 其中以A型为主 H3N2是主要病毒株 专家提醒H3N2变异频繁 通常会造成较大规模影响 流感已经两年多没有流行了 大家身上都没有抗体 而且过去两年多以来 打疫苗的人很少 流感虽然是冬天比较流行 但是如果很多人都没有抗体的话 那么他会及格流行 长根小儿急诊医师吴昌腾 也在脸书提醒 今年要注意Tundemic 新冠和流感全面传播 特别是儿童族群 大多没有感染过流感 因此没有建立天然防疫力 五岁以下儿童又是流感 病发重症的高危险群 不可不慎 医师也提醒 无论今年是不是已经得过流感 都建议要接种 特别是接下来天气开始有变化 周三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北部东半部地区天气明显转变 将转成下雨天气 而且有局部性的较大雨势 另外北部东北部的高温 会比今天下降七八度左右 预估这波东北季风会持续影响到双十节 甚至下个礼拜 周二晚间开始东北季风增强 周三北北极桃汉宜兰会明显降温 以北市为例 高温从三十五度掉到二十六度降九度 国庆日还有另一波东北季风接力 夜里清晨低温会再往下掉一两度 提醒民众早出晚归 要注意多加件衣服 TVB深中的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